明后两天持续维持东北系风行的大环境风场 所以在明后两天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天气状况 那么到了礼拜五 这波东北风就会明显的减弱 甚至吹起偏南风了 所以在礼拜五会有一个大幅回暖的过程 所以提醒大家在礼拜五 可能会有出现将近30度左右的高温 北部地区也会感觉比较温暖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这一波的温差变化了 那么到礼拜天又会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增强了 这波东北风的强度有机会比上几波再更强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上上下下变化很大 特别是北部地区真的要开始把一些保暖的衣服拿出来穿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未寻云图 整个大环境还是吹着偏东北风 而且在华南这边持续有一些水汽移出 导致在银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云量都偏多 同时也有一些银风面的短暂震雨 预计在明后两天礼拜二礼拜三 仍然是维持这样子的大环境风场 可以看到都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银风面的雨势 紧接着在礼拜四 这个东北风就会减弱转成偏东风 甚至到了礼拜五就会转成偏南风了 所以在礼拜五会有一个明显大幅回暖的过程 不过礼拜六礼拜天又会有一波新的封面通过 又要开始下起来 同时在下个礼拜一还会有一波明显的冷空气要南下影响台湾 所以最近的天气变动的速度变动的幅度都蛮大的 提醒大家真的要随时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来看一下明后两天整体来说都还是东北风的大环境 所以在银风面的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等地云量都偏多 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发生 到礼拜四之前都是这样子的降雨形态 礼拜五随着大环境转成偏南风之后 降雨就会明显的缓和停歇下来了 所以特别提醒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 甚至是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未来这两天提醒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出门依然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刚刚提到了礼拜五会有一个大幅回暖的过程 北部的高温有机会来到28度 不过很快的礼拜六礼拜天新的封面通过 而且紧接着东北风又要增强 这个时候气温又会再度的往下掉 到了下个星期一二 北部地区的低温更有机会来到只有14 15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最近北部地区的温度真的是上上下加变化非常的大 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穿着 小心感冒着凉了 那么在未来这几天 中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致上也都可以来到了28度到30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中南部地区虽然说没有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但是中午的高温来到了非常温暖的29度到30度 但是清晨跟晚上的低温又会降到24度以下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大家早晚外出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 主要就是在东北风银封面的大台北地区 进入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雲量偏多有一些短暂震雨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出门都要记得吸带雨具 陶中庙以南一直到高雄屏東都是好天气 只是在好天气的情况之下又吹着东北风 所以呢在高屏地区要注意了这个污染扩散条件比较差 空气品质有机会来到了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提醒高屏地区的观众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 减少从事户外的剧烈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